结婚纪念日老婆静带着她的小师弟前来赴约 还因为小师弟喜欢鬼屋 就把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我推进了狭小的暗室 当NPC忽然冲出来时 我第一时间想要保护老婆却被人一把推倒 扭伤了脚 转头却发现老婆将她的小师弟死死护在身下 她在小师弟耳边轻声说 师弟别怕有我在谁都伤不了你 我看了眼跌倒肿起的脚踝笑着拍了拍手 花难见真情 你们才是情比金尖的一对啊 孙一科是我的白月光大学里我整整追了他三年 或许是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吧 一直到结婚他对我的态度始终都是淡淡的 在一起这么久他几乎很少单独和我出去玩 直到今年结婚纪念日 他终于答应陪我出去庆祝一下 我满心欢喜以为会是一场甜蜜的纪念日约会 没想到他还带来了他的师弟周浩 我看周浩就一个人 就带上他了多一个人能玩得能更开心 孙一科不由分说地将周浩拉了过来 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给周浩买了票 周浩见到我笑着过来对我说 姐夫你别在意师姐是觉得我改论文都快改傻了 才带我出来散散心 放心我自己玩不会打扰你们约会的 我勉强笑笑没有说话 答应好和我的单独约会这下泡了汤 被带来的还是周浩孙一科的师弟 他明知道我不喜欢周浩 因为周浩我和孙一科不知道吵过多少次 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望着将我落到原地只顾着拉着周浩的孙一科 我忽然觉得好累 感觉这一次又会是过往的重演 游乐园里笑声不断我却没有任何笑意 三个人的约会孙一科全程都在照顾他的小师弟 我冷眼看着他替周浩端茶倒水拎包擦汗 才发觉我爱的这个人 居然也能在别人面前如此卑微 和我一起的这些年孙一科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他 可我对他的好 他不放在心上却反而心甘情愿做别人的舔狗 让我感觉一阵恶心 啊 是鬼屋师姐师姐我们玩这个吧 绝对很好玩 就在我走神的时候 周浩突然指向一旁的阴暗建筑物 我连忙看向孙一科希望他能快点拒绝 他知道的我有幽闭恐惧症 进鬼屋这种地方简直是在要我的命 然而 好啊 孙一科一口答应下来 我瞪大了眼睛脱口而出不我不能进去 孙一科摆了我一眼和周浩一起不顾我的挣扎 一把将我拉了进去 黑暗闭塞我忍不住开始颤抖 然而当NPC忽然冲出来的瞬间 惊恐发作的我还是怕孙一科受伤 本能的想要保护他谁知却抓了个空 甚至在黑暗中我被人一把狠狠推倒 撞在假山石上扭伤了脚 抬头才发现孙一科和周浩紧紧拥抱 他将他死死护在身下 还轻声安抚着 师弟放心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 可下一秒他就又尖叫着 周浩你胳膊流血了 只是一点擦伤了没事的师姐你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孙一科很紧张扶起周浩转头对我说 周浩受伤了我要送他去医院 丝毫没有给躺在地上的我一个眼神 而我则脚痛的厉害根本站不起来 孙一科我扭到脚了 够了孙一科突然一声呵斥我被震在了原地 乔家许我扔你好久了这种时候你还在装什么 非要来游乐园来了你还拉这个脸 现在更是害得周浩受了伤 你到底有没有同理心啊我感觉呼吸一致 没想到孙一科居然能说这样的话来 我看了眼跌倒肿起的脚踝笑着拍了拍手 是我的错千不该万不该拦下了你 花难见真情 你们才是情比金金的一对啊 孙一科皱着眉你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现在没空和你朝你自己回家吧 我淡淡一笑 不用你送你还是好好照顾你的小师弟吧 从今往后也不再需要你了我打车去了医院 在医院才接到了孙一科打来的电话 你回去了吗 我坦言我在医院你去医院干什么 我说了我的脚受伤了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到电话那头周浩的声音响起 师姐我没事了你早点回家吧 孙一科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 算了晚点再说周浩他的胳膊擦伤很严重 今晚我要留在他家照顾他晚上就不回家了 心底的怒火让我忍不住浑身颤抖 我抢压着怒火讽刺道 一点擦伤而已大男人有必要这么矫情吗 孙一科的语气顿时冷了下来 乔家许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呢 你以前的温柔体贴去哪里了 我冷笑呵呵 我现在受伤了脾气不好 温柔不起来孙一科也生起气来还装 你不就是脚受了一点伤吗 怎么能和周浩比呢 他胳膊上的擦伤万一之不好可是会留疤的 我看着自己肿的馒头一样高的脚踝气笑了 孙一科是不是就算我腿断了 也比不上周浩胳膊上的一点小擦伤 乔家许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周浩是我的师弟 今天是把我他带出去玩的他受伤 我也有责任 你也知道周浩只是你的师弟 我乔家许才是你老公啊 孙一科更怒了老公怎么了 老公就可以什么都管着我骂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我和师弟清清白白我问心无愧 倒是你天天怀疑我和别的男人关系不单纯 有你这么当老公的骂瞬间我无话可说 这些句话在过去的三年里 他对我说过无数次 如果是以前不管吵得多凶 第二天我还是会管他会屁颠屁颠认错 继续做他的舔狗 但现在我忽然彻底死心了 人心都是肉做的他 这颗心我都捂了三年了 注定是五不热的见我不说话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也没再打过去 当晚周浩怀抱着孙一科发了一条朋友圈 照片中孙一科在他的怀中安然睡去 嘴角挂着甜美的微笑 他的配文是说好要哄我睡觉的小可爱 已经睡着了我直接把他的微信拉黑了 失望都是日复一日积攒而成的 当初是我追的孙一科 孙一科就在我们这段关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 我的电话他从来都是要挂就挂 没有半点犹豫 他也从来都不认为和我之间的约定 有任何信守的必要 那天以后我搬去了公司宿舍 我们冷战了一周 一周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抢到两张群星演唱会的门票 要不要一起去看 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会展中心 我知道他想要和解了 以前每一次他主动联系我和解 我都会非常高兴感觉他还是很在乎我的 但现在我的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甚至感觉有些漠然 但面对他难得的主动 我还是淡淡说可以 那你在哪里唯一会把票给你送过去 我和他说好了地点 可那天我在会展中心的办公室 一直等到天黑 都没等到他来送票 我毫不意外既没有联系他 也没有再质问他 等到晚上回到宿舍以后 我才收到他的短信 临时有事我让周浩把票给你送过去吧 你拿到告诉我一声 果然还是周浩我合上手机 他宁愿有时间给周浩也抽不出时间找我 没有回那条消息 可当晚周浩还是出现在我的宿舍 把票递给了我 他笑着说 姐夫原来这票给成年了 姐夫要好好去玩啊 这可是我和师姐一起去抢的 只是我那天刚好没有时间 所以师姐才找你一起去看的 身体本能地疼了一下 我冷漠笑了笑 那真要谢谢你了 本以为这次演唱会是他为了和解 原来这票也只是人家没时间才轮到我的 果然啊 他的的世界怎么会有我呢 对他来说 我就是个什么东西 也都要等到别人不要了 才轮得到的家伙 我就这么贱满演唱会当天 我还是去了 倒不是为别的只因为那场演唱会 有几个明星 是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喜欢的歌手 我一直期待着能听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我早到半小时没等孙一科 我就自己进去了 演唱会开场二十分钟后 我身边的座位都是空着的 孙一科一直没有来 我也没再给他打过电话 我在现场欢乐的氛围中歌唱 慢慢地用一首又一首歌曲 告别我的青春时光 现场所有人都唱得都很惊醒 我也第一次感觉这么舒畅 孙一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爽我的乐 但我不能爽了自己的乐 我发了一张现场的照片配文 再见了我的青春 人生的旷野我来了 我们从演唱会出来以后 竟然意外见到了孙一科 他一看到我就立刻皱着眉质问 你怎么回事进去了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我在门口等了你一个多小时 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觉得有些可笑 门票在你自己手里 也没人拦着你 你为什么不自己进去 孙一科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我居然还会开口反驳 更加气愤不已 你一直不接我的电话 我以为你生气了没来 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我笑了一下 可我以前和你约会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 不管我等你等多久 你都不会回 我只会自己先进去 孙一科心虚地提高声音大喊 这不是你不和我联系的理由 我彻彻嘴角 不再有心情和他纠缠 直白地指出他的错漏 孙一科说谎之前 麻烦你打一下草稿 你说你等我 可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在门口等了你半小时 你说你等我 那怎么没看到 站在门口的我 孙一科显然没想到 我会找到他尴尬的笑笑 佳许你早到了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其实就晚了一点点 是周浩的论文有问题 我帮他改了一下 就耽误了又是周浩 想到周浩递给我们票时 那得意的表情 我在心里暗自佩服 明明知道演唱会几点开始 还非要在这个时间 缠着他改论文 哪怕骇人迟到都没有责怪 这争宠手段 不比那些电影里的后宫女人差 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些 我冷淡的摇摇头 孙一科看着我有些茫然 什么意思 没什么必要了 我现在觉得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孙一科忽然冷了一下 表情有些不可思议 你不生气 我示然地笑笑 我为什么要生气 周浩是你师弟 你帮助他一下 不是应该的吗 嘉许他欲言又止 不还等在这里干什么 快走吧 他不是还等着你吗 我打断他的话 拿出手机开始打车 我腿疼 不能走路 打车先走了 孙一科 这才看到我肿得老高的脚 他有些诧异 没眼间 似乎又有些心疼 你的脚怎么这么肿 他甚至还怪我 伤得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和我说 我有些无奈 我说了 但那时候 你在哄你的小师弟睡觉 孙一科 有些尴尬 但走过来要扶我 来我扶你回去 在一起三年了 他甚至很少主动牵我的手 在公开的场合 这还是第一次 如果放在以前 我一定高兴地飞扑上去了 但现在 我的心里毫无波澜 我甚至觉得 被别人看见 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我干脆躲开 算了 不要了 我已经打车了 孙一科不明 所以眉头皱在一起 你别逞强了 腿都成这样了 还是别住宿舍了 跟我回家好不好 不了 我想冷静一段时间 认真考虑一下 我和你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怎么了 我没说话沉默地 看着孙一科 伴赏孙一科心虚地低下头 如动了下嘴唇 嘉许 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笑了笑 确实我不一样了 回到宿舍以后 我收到了大学里 周教授发来的一条信息 再认真考虑一下 这个留学的机会 真的非常难得 放弃的话 你会抱憾终身的 周教授一直极力推荐我 去他英国的母校留学 我回周教授 我会认真考虑一下 过了一会 周教授给我打来电话 嘉许 你一直不想出国 是不是有家庭的原因 你不说 我也知道 你后来还是娶了那个女人 我没说话 周教授叹了一口气 嘉许老师是过来人 其实我想说 那个女孩子 虽然长得不错 但她配不上 你周教授说的没错 孙一科 一直都是我们学校的笑话 在校期间 一直是万人瞩目的存在 我的整个的大学时光 除了学习 几乎都在围着她转 但她的身边 从来不缺男人 身边的朋友都骂我是 舔狗恋爱 脑说她是个女海王 我总想着为她辩解 想着结了婚 也许就好了 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呢 却没想到 最后一次 后面还有最后一次 所以这一次 我真的要下定决心 和她离婚了 我答应了周教授的出国推荐 这几年花费 在孙一科身上的心血 毫无回报 那就投身学业吧 毕竟学习这件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第二天 我在画室准备画展的时候 孙一科又过来找我道歉 她给我们画室的学生们 都带了早饭 更是给我带了一碗 她亲手煮的三宝粥 能在这么早的时间 就煮好粥 她一定是很早 就起来准备了 她一直都知道 我很喜欢吃三宝粥 以前她每一次来生理期 我都会早起给她熬粥 然后伴着红糖 一点一点喂给她吃 她也在那种时候说过 以后等我老了天天 给我煮粥喝 那个时候 她问我 你最喜欢喝什么粥 三宝粥 小时候我妈妈常常给我做 但结婚这么多年 我一次都没有喝到 她亲手煮的粥 孙一颗带 开饱温盖 把粥递到我面前 尝尝 很香的很奇怪 以前看到这碗粥 我一定能回 感动到痛哭流涕的 可现在孙一颗 都把碗递到了我的眼前 我却觉得没什么胃口 我淡淡说 放在那边吧 我们今天要不展 有点忙 不展 我可以帮你 你们今天实验室不忙吗 今天不是你们论文 结稿最后一天 你不要辅导粥号的论文 孙一颗一听 马上笑着凑过来 不忙 她的论文改得差不多了 她见我脸上表情淡淡的 小生对我说 你看 我就说你还生气吗 你很介意我和周浩的关系啊 我正把一幅学生作品 从架子上拿下来 没理他 孙一颗自顾自的说 你介意的话 我以后少和他联系就好了 没有我摇了摇头 我不介意你和任何人在一起的 什么小师弟 大师兄 你和谁在一起 我都不会介意 更不会生气 孙一颗一愣 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 乔家许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阴阳怪气的 你心里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直接说出来好不好 你现在这样的态度 真的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说的没错 当断则断 我认真想了想 认为这个事情 还是有必要和他说清楚的 孙一颗 我并不是对你有什么不满意 只是我自己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你想明白什么了 孙一颗 或许我们之间并不合适 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非常累 孙一颗不说话了 沉默了一会 他叹了口气 我知道 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行不行 我以后再也不和 除了你以外的任何男生 走得近了 我有些无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孙一颗 我们还是离婚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坚决提出离婚 孙一颗显然感到非常意外 算了 嘉许 不要闹了 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 我发誓 以后我一定和所有的男生 保持距离 你看 其实他知道我在意什么 但他一直不敢 所以现在来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虽然不是我第一次 提出离婚 但绝对是最后一次了 我是真的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纠缠 画室的学生见我们一直在说话 最后还是忍不住过来提醒我 沈老师 布展的时间到了 好 我转头对孙一颗说 我马上要走 今天我会很忙的 你先回去吧 然后我没再管他 带着我的画和学生们一起走了 我们艺术学院的毕业设计展 几乎是学生们整个学生时代 最重要的一次展会 每个同学都拿出了全身心来应对 我和学生们在会展中心忙到天黑 一直到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 才终于和他们结伴走了出来 很意外 我在会展中心门口看到了孙一颗 他脸颊冻得通红 双手不停放在嘴边吹着气 看到我过来 他马上快步上来想要扶我 我扶着一个学生的肩膀 没有理他 他问我 饿不饿 我带你去吃饭 我不知道他是站在门口等了我一整天 还是刚刚才到 如果放在以前 他愿意在教室门口等我几分钟 我都能感动到抱着他轻个不停 但现在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的颓葬样子 我并不感动 反而觉得有些厌恶 不用了 我和他们一起去吃饭 孙一颗还少过来扶我 他对我的学生说 抱歉 我有几句话要单独和他说一下 学生们看向我 尽管我知道 我们之间并没有单独谈话的必要 但为了不让学生们难堪 我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走了以后 孙一颗扶着我 朝着餐厅走去 说起来也奇怪 和孙一颗结婚这三年的时间里面 他几乎没有光明正大地 和我在外面吃过饭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心态 也许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他已经结婚了 但现在 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是真的没有老公吗 孙一颗给我打了饭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说 嘉许 我爸妈下个礼拜会过来 他们想约你一起吃个饭 我没抬头 直接回他 我们都要离婚了 我再见你父母 不太合适吧 嘉许他忽然拉着我的手 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明知道我父母是最看重你的 孙一颗的父母确实喜欢我 大二那年 孙一颗突发急性肠胃炎住院 是我在医院 没日没夜地照顾他 后来他父母过来了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我 看到我脸上的黑眼圈 他们十分心疼 拉着我说 以后就把孙一颗交给我了 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 发誓这辈子都要照顾好孙一颗 后来孙一颗能嫁给我 主要也是他父母的认可 爸妈什么时候过来 下周末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饭 下周末正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展 我没有时间的 那就不吃午饭 吃个晚饭也可以 或者你实在没时间的话 我打断他的话 算了吧 毕竟我们现在要离婚了 我还是不见了孙一颗忽然激动起来 谁说我们要离婚了 嘉许 我不同意我有些无奈 孙一颗 这个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情 我不爱你了 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累 他沉默了好久 才终于喃喃地说 可是我还爱你啊 迟来的深情逼草剑 我不知道孙一颗最近是怎么回事 总是早中晚不停地给我发消息 以前都是我早中晚地给他发消息 问他有没有吃饭 有没有时间出来见我 他总是习惯性地已读不回 或者直接甩过来一句 你烦不烦我习惯了他的冷漠 倒是对他现在的热情感到很不习惯 嘉许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真的想挽回一下我们的婚姻 周末晚上我们不一起吃饭 就定在你最喜欢的那家餐厅好不好 我握着手机 看着这条消息发了好长时间呆 孙一颗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怎么近还有一天 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他是真的变了吗 可我的心里却再也先不起半点波澜 沉默了一天 我还是回了他消息 那就见一面吧 然而那条消息又如泥牛入海般 再也没有了回应 周末是学生们的毕业展 在我的指导下 展会很成功 毕业展结束后 校领导说要请我吃饭 想起之前答应了 陪孙一科和他父母一起吃饭的事情 我就婉拒了 从会展中心出来以后 已经很晚了 我直接赶去了约定好的饭店 到了饭店 我找到包厢 刚推开门 就听见包厢中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 周浩正端着酒杯 站在孙一科爸爸身边 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说 爸 以后师姐在欺负我 你可要为我做主爱 连爸都叫上了吗 我握在门把手上的手不绝紧了一下 下一秒就见孙一科转头看向我 他先是一惊 然后脱口而出 嘉许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一时间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来 过来自取欺辱吗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 说了句 打扰了便关上门转身走了 我一路走到酒店门口 孙一科也追了出来 嘉许 等等我 你误会了我没有停下脚步 孙一科追了上来 嘉许 我爸是说喜欢周浩 想要收他做干儿子 他才叫爸的 你不要误会 而且你不是说不来的吗 怎么又过来了 我停下脚步 我给你发消息了 不过你大概对我消息免打扰吧 以前我天天给他发消息 他嫌我烦 就对我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这回大概还是没有修改过来 听到这句 他马上拿出手机 我马上改过来 我笑着摇了摇头 算了 孙一科 爱和不爱是很明显的 你嘴上说着爱我 其实只不过是不习惯身边 少了我这么一个 天天围着你转的人而已 你其实从来都不知道 真正爱一个人 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叹了口气 继续说 孙一科 我累了 我们之间还是算了吧 我回到宿舍 直接把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发给了孙一科 他沉默了好久 然后给我回复 我不同意离婚 离婚协议我是不会签字的 房子可以归你 给我留一点过度的现金 就可以了 过了一会 孙一科给我打了电话 乔家许 我和你说了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他应该很生气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我没有说话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 一直沉默着 一直过了二十几分钟 中间这一段空白的时间 就像是我们结婚这几年的岁月一样 苍白道令人窒息 最后我一个字也没说 默默挂断了电话 孙一科也没再给我打回来 筹备完这一次的毕业展以后 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轻松了 学生们迎来了毕业季 一个个开心的好像即将飞出笼子的鸟 对未来有着无限的热情 我接受了周教授的邀请 准备开始申请英国那家艺术学院的研究生 这期间最重要的就是英语 我切断了自己和外界的所有联系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月 没日没夜的学习 终于顺利通过了英语的测试 专业申请这一块 周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申请资料和作品集发出去的时候 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自从高考结束以来 还是第一次这样全封闭的学习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学麻木了 当我再次拿出手机的时候 我大学的几个同学都轮番给我打了电话 我有些莫名其妙 就听到大学时的一个哥们问我 我靠 你呀怎么回事 玩失踪了 孙一科找你都快找疯了 我是没想到 他会这样着急的找我 我淡定问 怎么回事 哥们笑了 不是 兄弟 你们夫妻两个吵架 你知道孙一科都快把咱们全校同学的电话都打遍了 满世界找你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我笑了笑 怎么会 我就闭关学习了一段时间 不是吧 你闭关学习 连老婆都不告诉啊 我沉默了一会 自嘲似的笑了一下 然后淡淡说 没说 我们准备离婚了 我靠 同学十分惊讶 过了一会又不惊讶了 你终于被甩了 我就说嘛 做人不能太舔狗 你看看 这就是舔狗的下场 是我提出离婚的同学一直逼着要问我原因 我直接挂点了电话 说实在的 真没想到 孙一科会这样满世界的找我 如果放在以前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他打去电话 然后极度诚恳的道歉 但现在 我的心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波澜 不爱就是不爱了 现在的他在我眼里 他和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半个月后 我接到了英国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第一时间找到了周教授 周教授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我早说过 你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既然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你就好好准备出国的事情吧 从周教授的办公室出来以后 我想了想 还是联系孙一科 他几乎是一秒就接通了我的电话 你在哪里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淡淡地说 约个时间 我们把离婚协议签一下吧 我和孙一科约在一家咖啡馆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 提前半小时就在咖啡馆等他 却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周浩 周浩一见到我 就莫名地带了三分怒气 乔家许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定要和师姐离婚 我坐在位置上 抬起没看了他一眼 感觉这样的话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多少有些搞笑 见我不说话 周浩急了 你哑巴了还是聋了 我淡定放下咖啡杯 对他说 我约的人好像是孙一科吧 王八蛋 他冲上来 一把揪住我的衣服 你还有脸提 就因为你提出离婚 师姐现在整天哭 整夜整夜地说不着 你都快把他折磨得不成 人样了 居然还有脸提他 我紧皱着眉 抬手一把推开了他 有些嫌弃地拍了拍胸前 不存在的灰尘 周浩 他晚上睡不睡得着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 你说我为什么要和他离婚 什么原因 你自己不知道吗 周浩急了 我告诉你啊 你别血口喷人 我和师姐是清白的 清白的 清白的人没有结婚 睡一张床上 咖啡厅中有些陌生人投来注视的目光 周浩整个人的脸都涨红了 他慌慌张张地解释 我那时 我那时在照顾师姐 他有神经衰弱 整晚上的睡不着 还有抑郁倾向 万一 万一他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担待得起吗 我淡定笑了一笑 担待 我凭什么要担待 看着周浩在我面前语无伦次的样子 我忽然觉得好笑 孙一科的眼光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差到了这种程度 说实在的 他如果看上任何一个比我更有权势 或者更有钱 或者更有能力的男人 我都不会觉得受到侮辱 但偏偏是这样一个说起话来 颠三倒四 连撒谎都不利索的男人 我实在感觉这是一场奇耻大辱 我还没说话 周浩举着拳头就朝着我打过来 我来不及避开 被他打到了一边的肩膀 亮呛着往后退了两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周浩就被赶来的孙一科 狠狠抽了一个耳光 周浩整个人都猛了 愣愣地看着孙一科 滚 你给我滚 周浩摸着一边的脸庞 有些不可置信地问 师姐 什么情况啊 孙一科又说了一遍 你给我滚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 我冷漠地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两个人一来一回的表演 感觉是说不出的可笑 其实你们真的没必要 在我眼前上演这样的戏码孙一科 我今天找你过来 就是为了和你谈离婚的事情的 孙一科看向我 他整个人的脸颊都有些微微的凹险 好像确实受到过巨大的精神折磨 乔家许 我说过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为什么要逼我 看着他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也明白了 他是不会和我和平离婚的 我想了想 还是拿出了那个文件袋 这里面有你出轨的证据 孙一科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据 接着就是造红一片 我语调平和的继续陈述事实 其实你知道的 这婚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会离又何苦这样闹的大家都难堪呢 我说过 房子归你 我只留一点常备用现金就好 毕竟相爱这么多年 既然互相都不爱彼此了 那就好聚好散吧 孙一科一直垂着头 听着我平静地说完这些 然后默默垂下泪来 我听着他喃喃地说着 嘉许 嘉许 我错了 我后悔了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后悔了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但那一天 他真的哭得很伤心 孙一科终于同意签署了离婚协议 我们没有孩子 财产也不多 分割起来非常方便 那天拿着离婚协议 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忽然有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好像上天 有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 而孙一科的状态 却非常不好 整个人很为民 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告别 孙一科忽然拉住我 哭着问我 乔家许 还能像以前那样 最后再抱我一次吗 我站着没动 最后伸出了一只手 算了 还是像朋友一样握握手吧 孙一科眼泪直往下掉 佳许 你就这样恨我吗 我摇了摇头 我不恨你 我只是 算了 再见吧 我转头就走 孙一科一直在我身后 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 好像失去了什么 最珍贵的宝物 但我一直没有回头 我已经不是 从前的那个我了 现在的我 只想往前看 我办理了签证 买好了机票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打算开启五年的 异地求学之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我忽然觉得很轻松 没有任何束缚和羁绊的感觉 我在英国学习了五年 那五年的时间里 我画画 做艺术创作 每一天都过得异常充实 我谈了一个女孩 她来自澳洲 有着非常健康的小麦肤色 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我陪着她在全世界各地旅游 并在旅行途中向她求了婚 我计划一起去澳大利亚 开一所青少年艺术培训工作室 她是我的合伙人 我们的婚礼 在英国办了一场 又去澳洲她的老家办了一场 最后她陪着我回到国 我们在国内又办了一场 国内这边的婚礼 我只邀请了家人 和几个熟悉的朋友 我们在酒店吃了一顿饭 朋友们纷纷感慨 没想到我二婚 还能娶到这样一个女孩 我和他们说了我的计划 大概以后会在澳洲定居 朋友们都说不错 那天宴会结束以后 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偷偷找到我 他问我 知不知道孙一克的近况 我愣了一下 已经就七八年 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摇了摇头 其实我并不是很感兴趣 但出于礼貌 我还是想真心地问了一句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应该已经再婚了吧 朋友点了点头 再婚了 和一个小他很多的男生 我见过 长相挺猥琐的 我没说话 说起来 大概任何一个人看到周浩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听说他们现在过得并不好 那个小男人天天就在家打游戏 也不赚钱 孙一克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现在好像又怀孕了 而且他实验室的工作 之前也因为他那的老公 去公司闹事被辞退了 现在挺着大肚子 到处给人送外卖呢 我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做何评价 但无论如何 这是他选的人 现在的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 我现在作为一个连朋友都不是的陌生人 似乎并不用再为他的事情而感慨唏嘘了 我谢过了那位朋友 老婆正陪着我妈从包厢出来 没想到语言不通的两个人 能够聊得这么愉快 我妈一看到我 忙笑着招手 快过来翻译翻译 我这儿媳妇说的是啥话呀 我充满幸福的转头应了一声 诶 来了 全文完 我充满幸福的转头应该